这是近几年来 在台上承认自己 恋爱次数的顶峰 在非常的早期 来了几个 心智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 说自己有150次恋爱经历 我放了一遍 他觉得 他给一个女生写个小条 他说一块放学回家好吗 对方说不好 算一次了 我们先来确认一下 怎么算一次 我是这样借定一段恋爱的 就是说 如果说两个人在 在暧昧期之后 我们明确地说出来了 我是你的男朋友 你是我的女朋友 并且我们有一个实质性的行为 就是我们牵手 可能牵手一起压马路什么的 这个在我定义里面 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一段恋爱 但是我是每一段 都是很认真的去相处的 但是没有办法 来 我帮你问一下 台上一次恋爱 没谈过的女生 举手我看一下 一个 谈过一次的 只谈过一次恋爱的举手我看 一个 谈过两次的 四五个 三次的又几个 三分之一左右 剩下都是三次以上的是吧 孙楠几次 我大概跟男嘉宾差不多吧 哇 其逢对手 然后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多大了 我今年24岁 24岁 11次 对 我这个挺佩服的 你从几岁开始的 对 我想问一下 我第一段恋爱是在我大一的时候 18岁 周七 八年 二十 六年 上半年一个下半年一个 何一说比较稳定的 没有 我谈过最短的一段就是两个星期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但是后来发现 每一次出去玩的时候 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就是理性地去思考了一下 就发现不太合适 就分开了 但是我认为我算作一段恋爱 因为我尊重我的每一个 就是跟我在一起 度过一段时间的女生 大家注意到没有 刚才他说的两个星期 生了点好感 但是两个星期发现 没什么聊的就结束了 大多数人不会把它算成一段恋情 但是他算 善严谨 我觉得男嘉宾是比较真诚的吧 谢谢 他可能把每一次的感情的付出 就像您刚刚说的表示尊重 还有个 你就算是快的恋情 还是短暂的恋情 你可能都想留住 而且可能你是想要一个另外一个伴儿 然后不停地找不停地找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谈恋爱 因为我觉得那个人肯定会来 其实不是说我刻意地去找 因为确实有那个心动的点 然后我会更愿意去尝试相处一下 是这样 太容易行动了 我觉得善严谨刚才那个话很好笑 她说我知道她一定会来 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冥冥中那个人 她在来的路上 对对对 她在跑 你也不着急 陈敏老师你告诉她 她这个话荒谬在哪里 这个话就是经不起科学的检验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感性的畅想 她这种预设是冥冥之中 命中注定一个人有 另一个人的另一半 这是很多文学作品里描述的 仿佛是一个玉佩碎了一半 一拼就正好一合 所以你在找 给你纹路对上来的 但事实上 它是不存在的 绝大部分玉佩 都是一点点磨出来的 所有的合适都是 其实是磨合之后的结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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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